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心都快碎了 我真是无底自容 我想真是想碰死了 其实我这几年我一直有心结可悔悟 但是一直不好意思给妈妈忏悔 而且我这人也不说矫情 光想妈妈抱抱我 我爱你抱抱我 特别生命的时候抱抱我 也不善于表达 从小没有我肌腹之心 就是我拉个手 她感觉都是有点不自在 你自己是个妈妈吗 我是妈妈 我有个儿子 年27了 那你应该从你当妈妈的那天起 就应该开始理解你母亲对你的爱 怎么会这么晚 到自己50来岁的时候才理解 我以前说实话眼里只有甜 没有亲情 没有友情 我觉得我现在说实话 我真不是人 我现在真不是人 真的不是人 我以前我前四十多年我活的都是不是人的生活 那如果不是上大病 我现在说不好听我那天死了 我觉得我一辈子就是 现在蚂蚁还不值钱 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你想她是母亲啊 她应该自己做母亲的第一天开始就理会 体会到母亲的不意啊 还要到50来岁年纪才体会这个吗 我妈妈走那天嘛 我去大海上公园去 上公园去有位 说出外园去了 结果呢 回来就没有感到抱我妈了 明明我都懂得这个道理 很小的不能超过疼老子 可是为了孩子的满足去玩 回来真的很遗憾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现在对孩子的希望 正是我妈妈对我的失望 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妈妈 我希望你不要做我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两件事情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一个是来不及或者是无能为力 我觉得你现在还来得及 来得及的不仅仅是母亲给你的一个拥抱 或者是你对她的一个表态 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你会为母亲做什么 以及你自己在未来生活当中的各种表现 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的时候太注重自己的感受 而没有去注重父母的感受 才会这么自私 你差一点刚才这个病痛 你就迈不过去了 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时间说出 妈妈我爱你 但是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况 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况